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今年将在不同地点设立32个临时流感疫苗注射诊所 民众在这些诊所接受注射时不需要出示健康卡 此项服务将持续到12月底 因应防疫需要所有诊所注射流感疫苗都需要预约 以确保人们在诊所内能够保持安全距离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为此也已经设立网上预约系统 第一间诊所设立在市中心的大多伦多会议展览中心 目前包括这间诊所在内的首批11个流动诊所已经全部约满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想到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设立的诊所注射流感疫苗 都只能等到11月12号之后 不过卫生官员指民众还可以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诊所 或是一些能够提供该项服务的药房注射流感疫苗 据了解 安省今年订购了510万剂流感疫苗 远远高于去年的440万剂 去年安省因为流感住院的人数达5719人 省政府希望通过更广泛的注射疫苗 减少民众流感发病率 节省更多医疗资源应对新冠疫情 多伦多卫生局首席医疗官迪惠纳早前表示 安省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流感疫苗满足所有民众需要 但由于今年需求旺盛 人们需要提前计划 多一些耐心等待才有机会注射流感疫苗 卫生局也表示 因为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症状十分相似 所以注射流感疫苗从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少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测试的人数 这使得注射流感疫苗 也成为打败新冠病毒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注射流感疫苗 可以为一些身体较弱人士或高危人群 提供特别保护 这其中包括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养老院 及长期护理中心住客及工作人员 婴幼儿、孕妇等等 注射流感疫苗可以防止 他们因感染流感而引发其他严重疾病 流感是一种人传人的感染性疾病 病毒通过人们咳嗽或打喷嚏时 溅出的飞沫传播 或是因为与他人握手 接触受污染的物体表面等被传染 流感的症状包括高烧、打冷战、喉咙痛、咳嗽 以及肌肉疼痛等等 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 以及感染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 有时两者很难区分 感谢您的感染症状